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现在很多业主都不打算做吊顶 但是大崔今天给你讲一下 即使说你不做吊顶 为了考虑我们装修效果以及日常使用的话 一定会有木工做的活 大崔给你总结四点 不打算做吊顶的,把这条视频认真的看完 第一个呢,过道区域的吊顶 如果说您家有一个长长的过道 或者说你的卫生间门口 或者说两个卧室之间这个门口 一般都会有一个很深的梁 我们要吊一个平顶 平顶的目的就是淡化这个梁 让这个梁不这么明显 整体效果会提升很多 一般也就是吊一个平顶 平顶加一个桶灯或者说射灯这样的 第二个就是我们衣柜上方要考虑做吊顶 衣柜,书柜 只要你这个柜子能够吐到顶的 都是要做平顶 之前在视频说过不止一次 大家去翻看一下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窗帘盒 窗帘盒能够增加整体的效果 并且提高遮光率 这个一个窗帘盒 从造价上来说是没有多少钱的 基本上500到800块钱 各地区报价不一样 大概就是这个价格 所以说没多少钱 所以说你在整体效果满足的同时 卧室一定要考虑做一下窗帘盒 我们衣柜上方吊顶 这样你的施高线或者说双眼皮才能够围成一圈 整体效果有一个明显提升 最后一个就是很多业主会遗忘或者说完全不懂的位置 就是我们很多门的地方是没有这个我们门堵的 是门无法无法进行包口的 所以说这块呢需要加出来两块或者说一块鸿松板 还有呢我们的厨房 如果说你的厨房打算做开放式厨房 一般情况下呢需要你做一个假凉 这几点四点吧 一共给大家总结 不掉点的情况下也是要考虑木工做的活 大家呢不要出现录像 阿崔 观众中心每个细节 下期再见